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 。。。 发开嘞 这个矛盾啊 叶落有时 太满满了一个事 弟妹妹 快快过来 快快过来 我鼓勇你 叔叔 你的声音为什么这么大 因为叔叔天天喊 天天喊 嗓子就会大 不想不想学 想学 那叔叔教你好不好 好 这样 先深吸一口气 你憋住 能用最大的声音喊出来 喊得对面那个山里人 能够听到就对了 来 准备好了 YAHOOOOOO YAAAAHH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笑容也多了 话也多了 在家里我从来没看见过她那么开心过 这么多亏了您哪 我们老许家得好好感谢你 婷婷摊上您这么个好姥姥 那是她的福气 老许 你这又是过奖了吧 那是我的本分 我应该做的 只要这个孩子开心 我比什么都知足 现在我担心的倒是我自己 担心什么呀 我这儿出问题了 出问题了 脑子出问题了 脑子出问题了 你说我现在刚刚做过的事情了 这一转身 我居然忘了 忘得干干净净的 马琪啊 这上了年纪的人呢 都有点 我这记性啊 也不如以前了 你真的不用安慰我 我现在是什么一个情况呢 就是她人是一会儿记性 一会儿她完全是糊涂的 什么都想不起来 你说我来你这儿 你家的地址 我是倒背如流记得清清楚楚 可我到了这个松西县 我忘了 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 害得你们兴师动众地来找我 真是的 这 这种情况 有多长时间了 好像有一年多了吧 开始的时候是小事情 往后来大事小事通通忙 真的 一定是脑子出问题了 要不这样啊 您回到城里以后呢 就到医院去检查检查 看看什么情况 别忘了啊 我听你的 好 看那个孩子 玩疯了他 刚刚一审 中间挺复杂的 我又搞不太清楚 似乎要是美国公司赢了 认定许光明出卖了人家的技术 就属于什么商业泄密罪 很可能要做几年牢的 那他现在人呢 会不会关押起来啊 没有没有 事情还没有最后定性 暂时不能关押起来 那康剑怎么说呢 那康剑怎么说呢 问了 康剑现在也不知道 他说这得看最后的听审结果 哦 是这样的 对了 我跟你说啊 老康从美国打回来电话 问你怎么样了 他给你打电话你没接 喂 喂 情况怎么样 情况好像还真的不大好 人不会进去吧 人倒是不会进去 但是我想回去了 好 我不放心 好 好 那我不留你了啊 你什么时候走 要不现在就走吧 我送你上车站 不不 你不能送 麻烦你打个电话给根深 好 好 我们送到火车站去 好 好 好 谢谢啊 好 你去整理东西 我 我去叫根深啊 好